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理由 就是三个字 不同意 我心里清楚 他们无非就是嫌弃徐斌家庭条件不好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压力大 爸妈都没有正起工作 即使这样 我还是愿意嫁给他 因为我觉得 原生家庭没有办法选择 弟弟妹妹都已成人 以后自己有自己的事情 我一个独生女 反而很羡慕这种有弟弟妹妹的感觉 后来我爸妈看我实在执迷不悟 也26岁了 到了失婚的年纪 慢慢地开始松口了 但是提出条件时 必须买一套房子在我们这边 但是他们家那个家庭条件 肯定是买不起房子的 这件事一直没有着落 后来我爸又开始让步 说是他以前用来投资的一套房子 买回来就租出去了 如果我们结婚的话 装修一下就给我们用吧 反正一年也收不到多少房租 徐斌倒是也懂得感恩 给我爸妈保证说自己挣的也不少 以后一定会更加努力 结婚后他负责赚钱养家 我在家相夫教子 过着舒服的日子就好了 我妈是个女强人 从二十几岁 就跟我爸打拼做生意 她从小培养我 女孩子一定要独立 所以对相夫教子 家庭主妇这种词还是比较敏感的 虽然当时没说 但是徐斌走后 我妈就拉着我给我说 她觉得徐斌和我家的三观还是不一样的 让我去一趟他们家 看看父母的相处方式 再考虑要不要结婚 我回过头想想 这三年徐斌除了节俭点 其他也还好 当我问徐斌的时候 他说只是口误 让我不要放在心上 如果我婚后坚持上班 还是可以的 都随我自己 我妈还是坚持让我去一趟她家 丑媳妇终究是要见公婆的 周末的时候 徐斌决定带我回去 周一徐斌就打电话交代过了 我们会回去 我自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 还去买了好多营养品 特意去修了头发 买了一条很乖的裙子 我也做好了决定 如果徐斌爸妈是好说话的人 我们就趁着这次把婚事定了 争取年底结婚 年纪也都不小了 但是这次见面让我退缩了 我妈说得对 他们家跟我们家的三观不合 不止不合 简直就是冲突 加上我们两个 家里一共七个人 徐斌的弟弟妹妹 爸妈还有奶奶 这让本来就不宽敞的房间 显得更加拥挤 徐斌说 弟弟和妹妹都工作了 搬出去住了 平时就是奶奶和爸妈住这里 我到家的时候刚好是中午 打完招呼 徐斌妈妈就去厨房做饭了 我本来想帮忙 大家都说不用 那天的午饭是六个菜一个汤 都是徐斌妈妈一手准备的 他奶奶好像胃口不好 还要单独准备容易消化的食物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一个人 进厨房看一眼 就连妹妹也是坐在那里玩游戏 就这样徐斌妈妈 不仅要准备饭菜 还要随时答应一家人的呼唤 妈 我上次带回来一个充电器怎么不见了 斌斌妈 我想上厕所 你扶我一下 妈 我不是跟你说了 我女朋友喜欢吃辣 你这道菜不多放点辣 妈 我好饿 你到底多久能好 这些声音来自屋里的其他人 徐斌妈妈的手脚很利索 当然这肯定也是这么多年锻炼出来的 毕竟只有自己不利索不行 吃饭的时候 徐斌妈妈更是瞻前顾后 既要给其他人加菜 还要给徐斌跟他爸爸倒酒 吃完饭的碗 大家都习惯性地丢给徐斌妈妈让剩饭 这熟练的动作让我很吃惊 徐斌妈妈实际往我碗里加菜 也不管我喜不喜欢吃 吃完饭 我帮忙收拾碗筷 被徐斌妈妈拦住了 她一个人一会儿就洗完了 所有的人都擦完嘴 就该干嘛干嘛了 看看眼前这个跟我妈年纪相仿 忙前忙后的母亲 我突然对这份婚姻有些抗拒了 我害怕有一天我会成为她 想想在我们家 哪怕是三个人的饭 也是我们三个一起完成 爸爸工作很忙 但还是会进厨房 他也不擅长炒菜 我们全家都喜欢吃辣 每次切青椒都是爸爸的货 因为有一次 妈妈切完青椒辣到眼睛 我会把盘子摆好 等妈妈的菜出锅 洗碗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谁吃饭比较慢就谁收拾 我跟爸爸自己的事情 一般都是自己做 那天我看徐斌妈妈太辛苦了 就没有留下来吃晚饭 吃完中午饭 就让徐斌送我回家了 路上我忍不住还是开口了 我问徐斌 是不是他们家一直都是这样的 他妈要伺候一家人 这就是他说的家庭主妇吗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徐斌轻描淡写的回答 对啊 一直都是这样 他又不上班 平时也就做做饭 他这话一说 我瞬间感觉后背都发凉 他妈妈这一天的忙前忙后 在他眼里也就是做做饭 回到家我把今天看到的 一五一十地交代了 我给妈妈说 徐斌妈妈伺候一家无口的样子 让我感觉毛骨悚然 我决定我不嫁了 三观真的比爱情更重要 我爸妈表示自己想通了就好 愿意尊重我的选择 当晚我和徐斌提出了分手 他说我之所以分手 是因为嫌弃他家穷 看不起他们家 希望我能嫁个有钱人 我不想解释 随他怎么想吧 我也不需要嫁有钱人 我认识他的时候 就知道他没钱 要嫌弃他穷 就不会跟他在一起 始终还是三观不合 就连最后分手 他都不知道为什么 奉劝姐妹们 婚前一定要去婆家 看看他们父母的相处方式 我妈说得对 那是日积月累最真实的写照 男朋友的三观 多半来自父母 所以我庆幸 我总算清醒了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观看